众所周知恐怖片出神言 这条定律也适应于80年代的港风恐怖片 1987年被媒体誉为香港第一美女的钟楚红 联合彼时还是小鲜肉的张学尹 主演了惊悚爱情电影《一乱情迷》 在这部电影里 钟楚红除了将她的美貌发挥到了极致 还贡献了最具港风气息的精致穿搭 在我的记忆里 钟楚红不是那种一眼就特别惊艳的传统美女 但绝对是那种越看越让人着迷的骨香美人 她既有出尘不染的纯洁 又有风情万种的妩媚 不苟言笑的时候冷艳无 但一笑起来 嘴角那颗悬着的酒窝 就盛满了娇羞和真诚 灿烂的能感染身边所有的人 人人都称呼她是性感的女神 但她的性感不是靠暴露的着装来体现 而是骨子里散发的迷人魅力 黄野中自带积极向上的生命力 有种野蛮生长的健康美感 在《一乱情迷》里 她顶着她那头标志性的卷发 将她最自信的一面展露于观众的眼前 那些设计考究的戏服 也让她扮演的角色更有代入感 影片里钟楚红的戏服 多以黑白配色为主 她出席隆重场合穿着的婉礼服 就是全黑的配色 若兼款式的礼裙 布满了亮晶晶的水钻 使得深颜色的着装 显得不那么沉闷 配饰的搭配恰到好处 尽管齐长的脖子显得有些空荡 但耳朵上不灵不灵的耳环 还有肩膀上搭着的弧球披肩 以及双手穿戴的蕾丝手套 都恰如其分地展现了着装的精致感 整个戏服造型 既有婉礼服的奢华质感和隆重感 又不会显得太过于珠光宝气 她脱掉礼服换上的裙子 也是一条黑色的连衣裙 从正面看这条漏肩的裙子 并没有太多的亮点 除了剪裁 非常能体现演员的身形曲线 但当钟楚红转身的时候 后背的镂空设计像是一道十来之笔 让平平无奇的黑色连衣裙 变得无比的吸睛 整个造型都变得贵起了几分 钟楚红充当张学友模特时 还穿了一条挂脖设计的黑裙 款式非常的性感 不但露出了白皙的胳膊 还把两侧的腰线外露了出来 亮感厚重的耳环和戴帽镜框的墨镜 还让这个戏服造型多了几分狂野的魅力 此外钟楚红的衣橱里 还有一套黑拼子的挂脖裙子 尽管这个腰线的处理很让人看不懂 但上半身的简约设计 却是非常能体现钟楚红的气质的 她这一张风格独特的脸 很适合搭配这种配色分明 线条俐落的着装 钟楚红的白色细服 也包括几条好看的连衣裙 她这条领口别有胸针的白色裙子 很有都市利人的感觉 大翻领的衣领与双排的扣子组合在一起 使得这条裙子 也能展现出传统风衣的挺扩版型 就连袖子也是非常力挺的连肩袖 没有其他奢华的珠宝做点缀 却依然能看到服装造型的精致感 而这条丽领设计的白色连衣裙 却是完全不同的风格 从版型的设计到穿搭的方式 都走休闲的路线 腰间那一根宽边的红色腰带 让素色的裙子有了吸引眼球的焦点 也让钟楚红的身形 更能体现出上下半身的完美比例 她白衬衣搭配裤子的细服 也是这样的休闲风格 因为衬衣和裤子的版型非常的宽松 加上钟楚红的气质偏慵懒 使得这套非常普通的着装 也显得不那么普通了 棕色的单肩包和腰带 不但形成视觉的色彩呼应 还增加了服装的吸睛亮点 影片里钟楚红那些一闪而过的细服 也是经验感满满 就比如这套大红配色的针织裙 一经亮相就牢牢勾住了观众的眼球 而这件黄色上衣搭配黑色半裙的着装 腰间那抹黑色的腰带 是风神一般的存在 既呼应半裙的配色 又拉高了身形的比例 还有他拍照穿着的休闲牛仔服 这在八十年代 应该是走在潮流顶端一般的存在 而牛仔服的裤子在另一场戏份里 还与一件宽大版型的黑色西装组合在了一起 原本可以穿出强大气场的服装 因为内搭的花边衬衣 而多了几分可爱和甜美 钟楚红多变的气质 也轻松驾驭住了这种服装的搭配 那个年代牛仔裤也如现金一样 是万能的搭配单体 他在海边的戏份里 还搭配了一件泥子大衣 钟楚红穿着这套衣服 展现出来的慵懒气质 是最让人舒服的 脖子上的围巾 自然地系着 脑袋上的蓬松卷发 在海风的撩服下轻轻挑服 造型不惊艳 但配合影片昏黄的背景 画面一度非常的美好 因为张学友饰演的角色 是一名时尚摄影师 所以一乱情迷离出镜的配角 他们的服装 也展现了八十年代的港风时尚 如果你想了解这部影片的剧情 那么不建议去观看这部电影 因为他的故事讲得实在太烂了 但如果你想学习 那个年代的港风穿大 那么他确实称得上 是一部非常合格的时尚片 从主角到配角 从隆重的礼服 到日常的休闲着装 服饰的搭配 都值得借鉴和学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